那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就不懂得敲门吗 把门袋 什么事啊 这么气冲冲的 是不是你指数胡凯 收买游礼瓶 让他们去工作 解个影童的感情 谁告诉你的 胡凯跟刘雨萍 都已经成练了 那又怎么样 怎么可以用这种 卑鄙的手段 对待自己的女儿呢 你说什么 你说你妈卑鄙 难道不是吗 你这还不够卑鄙吗 你再说一句 你卑鄙 陪佳 你干什么 妈 我真的好难过 我知道你是想 保护你的女儿 但是如果你只能 用这种方法 保护我们的话 我你可不要 我你可不要 有什么方法 是我决定的 由不得你 我再也不想 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 我要辞职 我也是没告诉你 姐是不会去美国的 她永远不会 跟胡凯结婚 这几天我不在家 怎么会发生了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到底是这么回事 也不想说 你还没错 好 让你改叠 那一堂 是 我的 母带 这 até 都吃了 哪里 我 有 我 都吃了 这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这几面墙还有这屋顶设计成这样了 是为了以后可以放置太阳能激光材料 让整个屋子里的能源能够自给自足 环保 生态和永续 就是这房子设计的基本理念 由此延伸出来的永恒 就是我们的爱情 让这些百物从我们爱情的见证吧 既永恒又盛开 谢谢你 小彤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 我做的这些认识 我做的这种语言 来 月安 就是你的花园 这些花都是你种的 我怎么办 我浪费了那么多可以好好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小彤 我想搬过来跟你一起住 那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回家 说服我爸爸妈妈 不要 你俩终于回来了 爸妈 我决定要搬出去了 小岚 颜童 这辈子 我绝不会接受你作为杨家的女婿 那我只好跟你说声抱歉 爸 妈 对不起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不必了 你只要走出这个门 你或许还是你爸的女儿 可是 你再也不是我方佩珊的女儿了 妈 也许 在你的心里 我从来就不是你妈 在我心里 我一直都当你是我妈妈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妈 请你原谅我 不管你认不认定我是你的女儿 在我心里 我一直认定你是我妈妈 爸 妈 对不起 走 走 方北战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来逼得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呢 你明知道小兰对你的心意 你还要给她出这样的难题 够了 杨世荣 你还想获悉你获到什么时候 在女儿面前 在所有人的面前 你总想当那个谁都不得罪的烂好人 在小兰和尹童之间如此 在老尹面前如此 在我和童类面前也是如此 你总是赞尽了便宜 左右逢源 大家都当你是个好好先生 而我呢 总是那个忍人厌 不可理喻的怪物 也好 那就这样了吧 反正也没有人敢激我 你想干什么 你去找老尹 谈征收黎原的史越快越好 你明知道那篇黎原是老尹一辈子的新卷 那又怎么样 我在董事会替他们挡过呀 可他们信任的可曾感激过我呀 没有啊 到头来 还夺走我的女儿 让女儿和我反目成仇 杨世荣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 你别想一面当着凯华集团的总经理 一面还想护着你的老朋友 这件事 你非知情不可 我已经警告姨图了 如果她再敢见晓兰 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现在 就是她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小兰 你后悔吗 只是觉得难过 久了你妈就会了解的 嗯 对了小童 颖伯伯只知道我的名字 却不知道我爸妈是谁 领伯伯跟我爸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我爸他 我不想让他为难 所以 先别让他知道这些事情 好吗 也好 我们的事就是我们自己来解决了 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要不是你这秘密天使 穿着影线的话 我们父子俩早就已经心头末路 大死不相往来了 所以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欢迎你 加入我们这家 这话没说错吧 谢谢尹宝宝 怎么看怎么好看 青春永不言败 好吧 那你们玩 好 你要去忙去了 我从远的地方再看看 好好好 白屋这才是叫真正的完成了 是我跟你一起完成的 我从远的地方再看看 我从远的地方再看 我从远的地方再看 你看 花全开了 林伯伯 今天还要给花受粉吗 要受啊 那我来帮你啊 好 如果不给花受粉的话 能结出果子吗 不受粉它也会结果 但是近亲交配的结果 容易产生不良品种 时间久了 还可能会变成畸形过 对 会吗 花也会有近亲交配这种说法 有啊 跟人一样啊 品种要不断改良啊 不懂了 那 collectively 都不吝败了 不会啊 小心 unn 黑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遗憾 这是董事会的决议 找你来只是告知 这个意思你明白吗 告知的意思就是 你只能照着办 来 抽根烟 慢走啊 昔日一别 我和老李原本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可回头一看 我们这位老哥 二十年如一日的一路走下来 一直追寻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 我的心里头惭愧啊 那么 严重 不过就是个梨呗 青春永不言败这句话 你们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改良旅中 旅是旅办 发现了好言壮语 青春永不言败 施荣 你人这么忙 又是在上班的时间跑到我这儿来 不会是想看花 找我有什么事你说 好 那我就直说了 老哥 如果有人要征收你这片梨员 盖成别墅群 你答应吧 好 当然 他们给你的补偿要比市场价高出很多 这样你同意吗 你说的是你们凯华集团想要的 对 对 是方佩珊的意思 起码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那就是说 连你都阻止不了了 老颜啊 我的心里头 真的很惭愧啊 我不会怪你 我不怪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抱歉 这事呢 我不可能答应 是啊 是不应该答应 这么好的一片梨员 如果被征收了 你这么多年的心血 将富于一旦 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 也将会被连根拔起啊 不是 我能不能问问那方佩珊她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干呢 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小彤是同类的儿子 真没想到 我们上一辈的恩恩怨怨 竟然威胁到这片梨园 还牵连到年轻一代人的感情 不是 这 这有什么好牵连的呢 牵连谁跟谁的感情啊 不就是小童跟我女儿小兰吗 小兰是你女儿啊 啊 你还不知道啊 不是 这 这太突然了 太 太突然了 是太突然了 当初我知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你现在的反应一样 哎 可回头一想啊 她们两个在一起啊 挺好的 佩珊不这么像啊 不是 律师 不是 师容你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知道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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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默默祝福她们小两口吧 剩下来的 只能用时间来慢慢化解 佩珊的偏见吧 哎 嗯 学棠啊 嗯 凯花集团董事会 做了一个决议 是你决议 她们决定 在立业兴建别墅群 后果评估出来了 如果我们坚持要撤案的话 根据合约 我们不仅要推还 凯花集团的一百万的订阅金 她们还有权利向我们索配二百万 凯花的决定 难道没有讨论女异地了吗 乌凯是这么说的 乌凯 她分明是在报复嘛 俊强 事务所有足够的周转金 来支付这笔赔款吗 没有 唯一避免赔偿的方式 就宣告破诊 怎么会这样 你真的确定小岚是世荣的女儿 我只知道小彤是在谈恋爱 这想都不敢想 她怎么会爱上同父异母的妹妹 老爷 那你为什么不让杨世荣知道 小彤是她儿子呢 不行啊 这件事情只能由佟雷亲口去告诉她 可佟雷她没有说 我觉得可能是她心里头有什么苦衷 反正我是打头起 就完全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立场 跟人家提这事 为了佟雷我就不该 哎呀你呀 事情都已经到了燃眉之急了 你还替佟雷设想 那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没有选择了 唯一的选择 阻止她们在一起 阻止她们在一起 为了她的 公司决定要征收尹伯伯的黎原盖别墅 封 我自己企划的案子 最后毁了我爸的黎原 也毁了白屋 姐怎么办啊 要是尹伯伯的黎元慧在凯华集团的手里 那咱跟姐妹俩的罪过可就大了 这样吧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尹伯伯知道 你呢 赶快回家去 跟爸爸好好商量一下 我想 你爸爸跟尹伯伯这么多年的交情 他应该不会赞成这件事情 说不定还能帮我们出一些主意呢 不要 好啦 先不要操心这件事儿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 今天四个人要聚餐小卓的吗 对对对 要先把肚子吃饱了才有力气把账对不对 对对对对 快去去去 来来来 去去去去去去 爸 回来了 嗯 去你检查了吗 他好吗 他还好 爸 听说公司要征收尹伯伯的黎原 这件事情有转换的余地吗 没有 你跟老尹谈过了吗 他绝对没有让步的可能 那你的意思呢 另外找块地该别出去 就是吗 城市支费的规划面积这么大 为什么非要那块地呢 没道理啊 小心 老尹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说话 别忘了 你已经不是凯华的人了 世荣 身为凯华集团的总经理 对于董事会的决议 你只能执行 不能提出疑 裴展 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僵呢 把事情搞僵的不是我 是尹童 裴展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这么做 不单单会逼走小兰 也会逼走我 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 好 明天我就去澳洲 反正波尼一直在催我 过去签约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开一下 你我都好好想一想 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 爸 不要走 你好 请问杨总经理在吗 他出国了 不用不用了 谢谢谢谢 现在怎么办 要等世荣回国吗 这事拖不得 但是你一旦出手 极有可能 让你跟小童 好不容易修好的关系 又发生裂痕 知道 那 难道不能说出实情 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兄妹关系啊 小童的身世真要说的话 就只能由他妈妈来说 老爷 你 也行 就由我来做一次坏人吧 小兰啊 正好 为什么你陪我到地里走走 好啊 好啊 林伯伯 你觉得这些花我种得怎么样啊 很好很好 就两个字啊 你就不能多夸奖我几句吗 啊 逗你的了 小兰啊 我去见过你父亲 是吗 嗯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母亲好像很不希望你跟小童在一块啊 嗯 对 我妈妈她好像对小童是有点成见 但是我跟小童都已经决定了 不管她赞成还是反对 我们两个人都会在一起的 那如果我也反对呢 可是为什么呢 小兰 尹伯伯请求你一件事情 你就离开小童吧 尹伯伯 你不是 你一直都挺愿意看到我跟小童在一起的吗 那是因为 我不知道你母亲的态度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不希望破坏我跟你父母几十年的交情 你不会是这样的人 我不相信你会为了这个理由让我离开小童的 哎 那就算是你错看了我吧 小兰 这件事情 我真心的希望你就 静静的离开 别再回头 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平息这场风暴的一个办法 你花园里你种的花我会继续帮你照顾 至于小童 等时间过了我想她会重新再振作起来 就是 委屈你让你承担的所有的恩恩怨怨 尹伯伯没什么好说的 就只能跟你说一声深深的抱歉 你是明白人 你是明白人 你聪明 孩子 你 为什么 是 你 是 是 你 是 你 是 你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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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得到吗 真是觉得很奇怪 这算哪门子理由啊 尹伯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不明事的呀 算了 咱们不说了 找小彤说去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跟尹伯伯毕竟是外人呢 有什么事情让小彤去问 就没什么顾忌了 可是我真的害怕因为这件事情 又再次影响到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那怎么办 你真的想这么轻轻地离开吗 这就对了 以前就是有太多的事情 你们都闷在心里 所以之间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和分离 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这次呢 你们一定要面对面 把事情说清楚 然后一起面对 这样才行 我再想想 别想了 姐 走吧 嗯 好 对 那份资料帮我查一下 好 再见 你们怎么来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你爸为了顾忌和我爸妈的交情 竟然劝我姐离开你 别开玩笑了 我爸怎么可能劝小蓝离开我呢 我没有给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真的吗 嗯 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啊 那我爸是个念旧的人 或许他只是珍惜他和方董杨总之间的友谊 这样吧 你们先回白屋等我 我马上回去问清楚 小通 答应我 你要心平气和的 不许跟尹伯伯吵架 回来你放心 我会好好跟他解释的 嗯 走吧 爸 喂 小蓝她告诉我 她说你希望她离开我 爸 如果你担心这会影响 你和小蓝她爸妈的友谊 没关系我和小蓝 可以化解他们的疑虑 我知道小蓝她妈妈 不喜欢我 对我有偏见 但为了你 我可以改 我可以顺从她的意思 你觉得呢 不是孩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单纯 事情也没那么复杂吧 你为了一个 这么样的理由来反对我们 你不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吗 我跟你这么说吧孩子 你如果今天还把我当成是你爸爸 你就听我的 你就跟小蓝分手 爸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怎么你的态度会转变那么快 而且是为了一个 这么默许有的理由来叫她离开我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隐情对不对 你告诉我吗 没有为什么 该讲的我都讲了 就是 就是 跟小蓝分手 爸 知道吗 我还跟小蓝讨论过 说我们要照顾你一辈子 可是你现在用一个 那么可笑的理由来反对我们 难道在你眼中 你的友谊比你儿子还重要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珍惜的那些朋友是什么朋友 而且你这个儿子 这正说了多少苦多少委屈 你知不知道 难道很像 房佩山那种不可理喻的朋友 也值得你去牺牲你儿子一辈子的幸福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你说这要说多少遍了 就是 就只有人去告诉你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就是 跟小蓝分手 不可能的 你不要逼我反对眼孩子 是你在逼我 爸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和小蓝在一起 没有任何人 包括你 谁要是挡在中间 我说翻脸就翻脸 我跟我爸吵了一架 我们不是说好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心平气和地去跟你爸爸说吗 我跟我爸吵了一下 我也不想跟他吵 但我实在想不出来 他有什么理由来反对我们 他无论他有什么苦衷 我都希望他明白我的决心 但是 他还是不同意 对不对 小兰 我知道 你夹在我们之间很为难 所以后报的压力 就由我来面对 你也不要找他了 一定要相信 我们之间呢 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我们了 包括你妈妈或我爸 都一样 好吗 老爷 老爷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 这哪来的信 凯华 凯华 凯华给你寄信做什么呀 通知我丈量土地的时间 方飞山想要征收我的梨园 去盖别墅去 什么 这怎么可以 好歹他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待过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 再提他也没用了 老李 那 那杨世荣他知道吗 知道 他有什么表示啊 他阻止不了 那 我让尹童跟小兰分开 他不愿意 你们吵架了 老爷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你没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把真相告诉小童 该怎么办 让他自己做决定 不成 老李 难道你还担心说出来 会伤害他吗 这种时候 为什么你不保护自己 却只想着保护他 你不把真相说出来 他只会认为你是无理取闹 不要说了 老李 这事 我说不出去 老李 你这 尹伯伯 尹伯伯 对不起啊 我把您跟我说的事告诉小童了 害得你们俩又吵架了 如果你是真心想道歉的话 你就尽快地离开小童 你只要一天不离开这儿 这就一天得不到安静 尹伯伯 孩子对不起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尹伯伯 你不要这样对我好吗 我一直都非常敬爱您 不是因为 并不只是因为您是小童的父亲 而且因为您教会了我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不是不愿意听你的话 只是因为你让我离开小童的原因 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我本来就是有不合情理的人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 不就了解过吗 你不是的 尹伯伯 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对不对 你把实情告诉我好吗 我求求你 实情就是 你的存在就只会带来迫害 就让这片黎原得不到安静 懂吗 孩子 我这张嘴笨 我说不清楚的 你就 就离开吧 难道要你尹伯伯赶你 你才肯走啊 够了 老爷 小兰 你就是小兰是吧 你很想知道她的苦衷是吧 老李 行 我来告诉你 老李 对不起 老爷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真相 老李 小兰 老李 我必须告诉你 老李 那就是小童的亲生父亲 不是老李 而是你父亲 你和小童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这才是老尹 要你离开小童的真正原因 小童的妈妈同类 和你爸爸是一对恋人 后来她怀上了你爸爸的孩子 嫁给了老尹 而那个孩子就是小童 小童 是我 是 是的 你爸爸不知道小童是她的儿子 就因为同类 没有告诉你爸爸 她怀孕了 尹宝宝 尹宝 尹宝 这是真的吗 老尹 对不起啊 我实在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你再受委屈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尹宝宝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我知道 你们是为了想让我离开小童 所以才编这个谎言骗我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是说的话 小兰 你冷静一点 我姓李 是小童的老师 你就是 李教授 没错 既然你听说过我 你就应该相信我 我 我 不是一个随便愿意编造谎言的人 小兰 你再仔细想想 如果你和小童不是亲兄妹 那我和老尹 有什么理由反对你们交往呢 啊 啊 尹伯伯 小童真的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尹伯伯 我不是小童的亲生父亲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孩子 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讲太残酷了 所以我也 我也不敢告诉你就是这原因 但是天底下的真相 它就是不容许改变的 它像梨花一样开了之后 明年一定要写 没人阻挡得了 你轻隐伯伯的 你什么都不要说 就静静地离开小童 行吗 我不要 我不要 小兰 让一个孩子现在静静地离开 太难了 小心 要衣服 要衣服 你不行 几个小狗 拥 要衣服 要衣服 能够 感谢观看